在这颗70%被蓝色覆盖的星球上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 它2005年11月6日开始出现 也许要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群体所有成员的交集 就是一个叫做Super Junior的组合 2006年6月2日 该群体有了正式的名称 Elf Elf是Everlasting Friends的缩写 以至为永远的朋友 是由Super Junior队长蒂特所起 时至今日已有八个年头 Elf生活的每一天 通常都始于一个独特的起床铃声 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到SJ的影子 小西 三年前开始成为一名Elf 业余时间的兴趣爱好之一就是刷微博 我们经常在网上搜索宿客中间的相关信息 像我们崔石原呢 就经常在微博发表新鲜鸡汤 崔鸡汤是Elf对SJ成员崔石原的别称 因为它几乎在每天的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之间 会更新一条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教义 从评论中可以看出Elf感受到它带来的正能量 微博作为一种社交工具 除了能看到感兴趣的资讯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时候因为SJ在某地公演 很多在网络上熟食 但在不同地区生活的Elf 还有机会见面 小西通过微博 结识了很多的Elf 虽然大多数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因为相同的爱好 在二次元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小云就是小西为数不多 面积过的小伙伴之一 小云来自南京 是个上班族 从大学起就是一名Elf的她 最大的期待就是每年SJ的世界巡演 Super Show 她说 能跟着SJ的巡演 在不同城市留下自己的足迹 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Super Show SJ世界巡回演唱会 从最初的亚洲几个国家巡回 到如今到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大洋洲 名副其实的世界巡回 Super Show对于Elf来说 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期待值相当于八九十年代 中国老百姓对于春晚的期待 在这个盛会上 你不仅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偶像 还可以和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同好者聚集一堂 在树现场 所有的Elf都会手持一根蓝色的荧光棒 当全场荧光棒亮起 就出现一片美丽的宝蓝色的海洋 只有到了现场 才能体会到这一份震撼与感动 如果你去演唱会场馆早的话 还可以带回来各大Elf论坛的名片 应援首服 周边产品 这是依附于演唱会的一种特殊的粉丝文化 小麦是某个粉丝论坛的管理 从演唱会开始前一个月 就开始忙于名片设计印刷和首服制作等事宜 平时还要负责论坛的管理工作 他说 论坛工作组都是由一群有责任心 吃苦耐劳 并且有业余时间的Elf组成 大家各司其职 义务为Elf提供更多关于SG的资讯 他们中有学韩语的学生 有在欣扰人群中 窥然不动 只为捕捉一瞬间的前线 有在家熬夜制作视频的字幕组 有顶着黑眼圈还在批图的制图组 他们地域不同 年龄不同 专业不同 职业不同 但是能聚集在一起 显然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在中国内地 这样的粉丝论坛大大小小就有数百个 虽然各自喜欢的成员不一样 但是每每到了某个特殊的时刻 就有一种学名称为团魂的凝聚力显现出来 那就是在各大榜单打榜的时候 在欧美一些国家和韩国的流行音乐界 在权威的榜单上 拔的头筹对于歌手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把自己的偶像推上这一荣耀殿堂 似乎成了粉丝的一种责任和默契 当然Elf也不例外 从过往的成绩来看 Elf是做得非常出色 上下同意着胜 从唱片销量到购买音源 从网站投票到MV的播放量 每一次都好像是一场战斗 每一个Elf都是一个永远的战士 在2012年All Cup Award中 Elf还获得了最佳粉丝奖 其中中国的Elf因为人数众多 在世界范围中可以算是Elf的中间力量 甚至被他们的偶像称为可怕的大陆姐姐 这里的可怕 对于中国的Elf来说 是努力得到认可的一种褒奖 但是对还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人来看 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疯狂 其实摒弃那些固有的偏见 就不难发现他们是一群热爱生活 富有才华的年轻人 总之在Elf的回忆录里 不仅仅有SG在舞台上帅气的表演 更多的是在追寻SG录上 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 曾经的默默守护 曾经的疯狂追逐 时光总会慢慢淡去 留下的只有一种回忆 关于青春的回忆 加油Elf 饭尖上的Elf último次温 Berg 飞某 词 Did 当 美 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